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啊 家人们 有遇到什么事了吗 家人们 还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家人们 电子工打电子厂打工 在外面工作 过得不好吗 家人们 下午好 家人们 马子被老板甩了 是这样吗 分手了 我知道 分手了 然后 有遇到什么事情吗 我还挺想叔叔的 真的 我真的挺想叔叔的 叔叔最近怎么样 我公司有工干吗 有 但是可能 我目前广州这边的公司 需要的都是一些技术上面的 需要的大部分都是技术上面的这种人 其实需要出力的比较少 真的比较少 基本上都是需要那个 就是技术类的这种 对 一般的话 如果是新手的话 可能是做不掉的 为什么穿毛衣 这两天广州降温了 家人们 我里面穿的短袖 但是我外面穿的毛衣 这两天广州有点冷 你们现在还穿毛衣吗 还穿毛衣 不需要穿毛衣的扣二 你看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啊 家人们 反正今天广州我觉得还是要穿毛衣 还是冷的 对 谢谢叔叔叔阿姨们 你们对我的喜欢 然后 你们还穿棉袄呢 我现在在广州啊 我在天河 我现在在天河 嗯 我现在在天河 嗯 广州这两天回南天 昨天很热 然后今天很冷 嗯 嗯 我们 其实广州最冷的时候也没有太冷 对 我现在在天河区 对 其实我 当然了 因为我最近不在四川 我最近不在四川 然后那个 嗯 我也不太了解那边的情况 有时候吧 我也是刻意的去 嗯 去 不想去看 也不想去了解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家人们 你们说对不对 就是尽量你过好自己的 然后少去关注 少去关注那边的事情 这样子 嗯 你们觉得对吗 对的话咱们扣个对 然后希望我还是了解一下的 可以打个七 我看一下 嗯 对 我们现在 嗯 对 就不想 不想对这些事情 然后困扰到 困扰到这个心情 什么的这些 嗯 没有再管了 我也很想叔叔 真的哦 嗯 我这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voluntarily 嗯 سمño cheese 只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一样 我们如果说 我回四川 去看叔叔的话 收手的话 和说 开心呢 家人呢 可能有的人都会觉得 躺上是不是 대해诶fr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家人们 我也很想回去看他 但是 你们觉得我要回去吗 不要去 但是我回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就会有很多人说 哎呦 说谈谈回去肯定是 又是哎呀 好像又破坏人家感情去了 又去干嘛 干嘛了你知道吗 所以说 我妈妈也不想让我回去 悠悠说的挺对 我妈妈也不想让我回去 然后我也很想叔叔阿姨 真的很想叔叔阿姨 因为在四川 我说了那个叔叔跟阿姨 就是我在四川的第二个爸爸妈妈 他们对我很好 不仅是叔叔阿姨对我也很好 嗯 但是因为 因为这个我们小孩子的事情 然后搞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做父母的也挺为难的 对不对 我跟四川的老板公司搞好 公司还是要他们去做吧 嗯 但是不要去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叔叔 我看看好朋友里面 叔叔在不在线 在线我就跟叔叔连一下 但叔叔应该是不在线 应该是不在线 我邀请一下 如果叔叔在的话就会连 叔叔不在的话就连不上了 就跟你说要跟你合作一个项目 真的吗 嗯 对 有些人家不喜欢出镜啊 家人们 嗯 就比如说像我爸爸吧 像我爸爸 然后他就 他就不出镜 对这样子 然后直播一下 我妈妈偶尔会出下镜 但是 有很多人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隐私 然后直播间人比较多 你像我爸爸的话 他也不 他也不想出镜 阿伟妈妈可能也不想出镜 所以说这个 我们要互相理解 对不对 嗯 要互相理解 对 对 对 这很正常 对 我觉得叔叔很好 那个 家人们 家人们 我跟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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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个事情 我跟你们 说个事情 然后 嗯 就是我公司 我公司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 销售总监吗 就是一直跟着我的那个销售总监 姓张 然后那个 大姐 然后 现在 有一个公司 想挖他吗 想挖他 然后他就 嗯 我想让他去那个公司 去上一段时间班 然后去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 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司 是做 是做批发跟代价工的 我之前有给家人说过吗 之前我还给家人们带过我们家的东西 就我们是做批发跟代价工的 然后我们的利润很低的 就是有时候 就是有时候一件产品的话就赚几毛钱 真的加上 但是我们量很大 就我们一发就是五千一万件的这样子 虽然说利润低 但是我们是走量的嘛 然后想现在想挖我们那个员工的那个公司 他就是他们是做零售的 他们是去做那种什么电商零售 然后做的挺好的 然后他就想挖那个 我这个销售总监 因为他们也想去发展一下这种 嗯 就是像我们这种批发式的这种 然后然后我那个总监 就是我我最近刚好不是说不太忙吗 他就想说让我跟他一起嘛 我们俩一起去别人的公司去 从我顶一下家人们你们支持嘛 就是因为我们我们的 就是确实堂当的自己的公司 然后我们我们零售方面的话是一个短板 就我们很少做零售 所以上次我也给大家看了 然后我给大家带的品真的很便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批发的 但是我们确实不擅长于零售 有洗面奶 然后下次我给你们带吧 好不好 就是你们上次是不是有人买到过 对吧 很便宜 因为我们做批发确实很便宜 但是这样我们赚不到什么钱呢 真的赚不到什么钱 然后他们做做零售的又想去做批发 他们想跟我们这样做批发 然后我们做批发的又想学人家去做零售 所以我就说想去到别人的那个公司里面 然后去学习一下 嗯 家人们你们就是想要护肤品什么的这些的话 嗯 等下个礼拜吧 下个礼拜我去到我们工厂 我去到我们工厂去给你们找 好吧 我去给你们 就是我这很便宜 我这就很便宜 上次买过的家人都知道 因为我们是源头 就我们是给别的品牌去做代加工的 所以说钱其实都是品牌方赚了 我们的话赚很少很少的 所以我我现在也想学习一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去做零售的 嗯 成立一个电商公司 线上的销售 没有那么容易 嗯 确实不懂 我确实没有那么懂 所以说我也想去别人那里学习一下 看一下别人的销售是怎么做的 去别人公司卧底下 然后所以说 为什么要跟家人们讲这件 为什么要跟家人们讲这件事情 你知道吧 因为我准备去 我准备去那个 呃 人家那里上班 然后我去卧底上班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就 就很怕漏馅 就是 人家要知道我自己是做公司的 人家肯定不让我去学嘛 对吧 所以说 我就接下来我要去 假装自己是打工的嘛 家人们要给我保密 千万别漏馅了 哈哈哈哈 嗯 家人们你们觉得 唐唐这样做事情 会不会不太好啊 但是商场嘛 商场战场嘛 嗯 你们支持唐唐这样做的扣一 觉得唐唐这样做不太好的扣二 我也想听听叔叔阿姨们的建议 嗯 哈哈 因为你学习 人家知道你做的好 人家怎么可能让你学呢 对不对 嗯 对吧 这样不好 觉得 觉得支持唐唐去学习的扣一 觉得唐唐这样做不太好的扣二 嗯 可以去学习 嗯 行 也有觉得不太好的 其实我自己也很纠结 嗯 自己很纠结 觉得 嗯 但做生意嘛 没办法 派人去学习 派人去学习 人家学成的走了怎么办 嗯 确实我也派人去学习了 但我自己也得去啊 万一学学会了 然后人家自己自立门户走了 现在现在好多都是学成了就走了 播出了就不会 播出了 但人家公司又不认识我 人家又不知道我我直播跟家人们聊天 他们哪认识我谁 抖音这么大 他怎么可能刷得到我 他刷不到我 嗯 但是万一哪天在别人公司直播的时候 然后你们可千万别喊什么唐总 也别说我有公司 是吧 我要假装我自己是一个 嗯 大工妹 哈哈哈哈 都去我公司谁管理 公司好多人啊 我们公司是那个 我们公司是股份制的 我们公司有很多人在管理 我 我广州的公司 我不是最大的股东 就是我们公司有很多很有能力的那个很有能力的合伙人 就我我不算什么 我们的我们做化妆品的这个公司就是投资太大了 啊 投资很大 要几千个 啊 有几百个 这个事儿不是堂堂自己可以干的 所以说我 嗯 我当然也要操心公司的事情 但是不需要说天天在公司 嗯 偶尔出去个半个月一个月 OK的 没事儿 嗯 所以你们 你们想要 过段时间吧 我去工厂 我去工厂 给你们拿很便宜的 嗯 但是好像我们工厂不加东西发水 我们工厂全是不敷品 嗯 加油 来家人们 把灯牌给唐唐亮一下 好不好 把灯牌给家人 唐唐亮一下 然后给唐唐送一个小星星 小啤酒 都是OK的 然后咱们把数据做一做 上一上人 嗯 那爱情没有了 然后事业也没有了 那咋办呢 对吧 嗯 肯定得 得有一个吧 成为电商公司 家人们我不太懂 唐唐自己直播都没有不明白 我怎么 我怎么搞电商公司 我说实话 我自己都没有明白 我才玩抖音 玩了 这才玩三 三个月吧 我才玩了三个月 所以说不擅长的东西 咱们还是不要做 你像我去 去到我们的公司 给大家发点福利啊 偶尔带个货 OK 但是你说专业做这个 唐唐不在行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我的专业 嗯 对吧 咱们就是个外行 玩一玩 嗯 带货也是给家人们 哎呀 偶尔放一场福利 这个样子的 也不是靠这个 去生活的 对不对 嗯 但是手里面 我们手里面的话 呃 我们手里面有很多这种 一手货源的这种 厂家老板的资源 所以说价格拿的会比较好 慢慢来 慢慢加油 嗯 做起来就明白了 加油做呗 家人们 你们支持吗 你们支持 堂堂堂去 抖音上面 这个 电商发展一下吗 我其实没有什么信息 我对自己没有什么信息 就可能做实体 做久 做实体 做太久了 这个思想是要转变的 嗯 要慢慢来 谢谢 谢谢家人们的支持 嗯 我看 哎呀人真的是每个人想要不一样 我看那个阿伟现在好像在那个四川 在大凉山 他们挺开心的 有的人吧 他的快乐就是事业 有的人的快乐吧 就是家庭 有的人快乐是孩子 有的人快乐是爱情 哎呀真不好说 我觉得每个人追求都不一样 对不对 去相亲了吗 还没有 家人们 说起 说起相亲这个事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答应你们的相亲 还没有完成这两天刚回公司 有点忙 喜欢我的 你在开玩笑吧 阿伯应该是很久没看直播了 很久没看直播了 很久没看直播了 这个我都已经是过去世了 没有什么气死谁 我觉得大家就是 就是我上次说的 没有 没有谁不要谁 也没有谁配不上谁 永远是过得好的那个人 不要那个过得不好的人 就是大家认知里面就是这样 比如说 比如说像阿子跟易总 因为易总条件比较好 家人们的印象自然而然的就会说 易总不要阿子 如果说我堂堂足够强大的话 如果我足够好的话 你们也会觉得说 是我 不要阿伟 对不对 然后当很多人去说 阿伟不要堂堂的时候 我就在想 那是我不够好 那是我不够好 如果我足够好的话 就不会让家人有这种 我是一个弱者的这种思维在 然后很多人又说 我去 然后说什么 我太强势了什么的 那 哎呀 其实我觉得我不强势 我只想找一个 我想找一个强势一点的男孩子 我二十八了 我想找一个强势一点的男孩子 然后我自己弱一点 其实真的找一个强势一点的男孩子 可能我就 我就会变弱了 嗯 嗯 你再遇见这个孩子 嗯 行 互联网 我会跟上的 因为加油的 我确实不太懂 但是我会加油的 嗯 找一个 找一个跟自己那个 呃 事业啊 事业啊 思维各方面相匹配的男孩子 想找一个单纯的白纸 哈哈 好 对 行 没问题 嗯 我已经好了 家人们 你们觉得唐唐已经 心里面已经好了 咱们抠个一眼 觉得我们也好了 抠个二 我快好了 家人们 真的 就基本上已经很平静了 我才回来工作了 已经很平静了 我觉得不值得 嗯 这样吗 很多家人们 你们也在劝我 你们也在劝我 说 嗯 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放弃我什么的 然后 然后 你们 你们都这样说 其实 我心里好受多了 嗯 不值得 已经好受多了 哈哈 就是 本来 本来因为这件事情 本来因为这件事情 我都感觉 我都有点自卑的 我觉得说 是不是我不够好 嗯 是不是 我年纪太大了 然后 嗯 不会哄男孩子 然后 事业心太重了 我长得不好看 什么的 反正就一直在自我否定 这段时间 嗯 然后 但是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安慰 让我 让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我在找回我的自信 我觉得我也没有很差 对不对 嗯 嗯 对 谢谢家人们 就是你们真的给了我很多安慰 然后让我现在 我现在就想 真的要慢慢的找回我的自信 嗯 找回我的 嗯 原来的我 对 我不要因为 不要因为一个失败的感情 然后就这么否定我自己 我也一直这么跟自己在说 嗯 嗯 我 我因为我父母从小嘛 给我的教育就是 出了事情 先找自己的原因 先找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很容易 然后遇到这种事情 我就真的 我不觉得对方有问题 真的 我真的不觉得对方有问题 我觉得是我自己不够好 如果我都不够好的话 那别人为什么不选择你 嗯 然后现在嘛 我就觉得很多 很多事情不是你努力就可以得到的 要看缘分 对吧 就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这种事 不好说 嗯 我马上要去别人公司上班了 家人们啊 我马上过两天我就要去别人的公司上班了 然后你们看我的视频就会懂了 嗯 我马上要去别人的公司上班了 我要去别人的公司打工学习了 你以后千万不要喊唐总啊 你要喊唐唐 真去 真去 家人们 我真去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 嗯 那肯定要去啊 别人的公司跟我的公司很近的 我随时都可以回自己的公司啊 而我公司里面大把人管理 嗯 我也不需要天天坐在我自己的公司里 然后我马上要去别人的公司里面做卧底了 对 去别人的公司取经 对 因为别人公司做零售做得很好 然后我们公司做批发的 我们公司不懂做零售 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 要不然就是生产线上的 要不然就是做批发的这种的 没有干领受的 嗯 让阿子去我这上班 阿子人家愿意来我这上班 我是欢迎了 人家愿意来我这上班吗 人家肯定不愿意 谢谢天牌姐姐 那他要愿意的话 没问题啊 嗯 交流学习 嗯 你们看我的视频你们就懂了啊 你们看我视频就懂 就是 接下来我会去别人的公司 上一段时间办 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嗯 我从来长这么大 还没有去做过卧底 正好趁着这个开年这段时间 我也想放松一下自己 然后就当去取经学习了吧 嗯 我当然欢迎阿子 我欢迎阿子 但是人家阿子愿不愿意来 这个这个事情咱别乱点 是吧 不然你看我我我发出邀请了 人家不来 是不是想的也不太合适 对吧 但是如果需要的话 如果需要的话 会帮 肯定是会帮忙 嗯 嗯 去 可以啊 他愿意来真的 我会很愿意的 家人们 嗯 嗯 这几千就跑了 嗯 是啊 他这么 他这么多粉丝 家人支持他 这么多人喜欢他 他随随便便做一下化妆品 销售都会做得很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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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老 又老 经验不要胜 嗯 嗯 哎呀 嘶 对呀 阿子 阿子 阿子如果做 我觉得阿子做什么 现场销售都会做得很好的 因为他有很多喜欢他的叔叔阿姨 大家都会帮助他都会支持他的 嗯 他可能都不需要我说真的家人们他都不需要跑广东 他就在四川本地都会有很多很多企业很多公司都很欢迎他的 嗯 那他来我这儿我肯定求之不得呀 对不对 啊 关键人家不一定会来 我说真的 你觉得阿子是一个人才 真的 阿子是一个人才 哦 他不是说来我这儿 他去到任何人那儿 别人都很欢迎他 嗯 现在这个时代流量就是钱啊 对不对 对家人们流量都是钱